东宁寺的佛号适合用在祝念吗? 太慢了 你已经有过答案了 太慢了就不适合吗? 你这个祝念的时候 用什么佛号 用什么调子 快慢说度 你先遵求这个当事者 那个病人的意志 他愿意念什么佛号 你就给他念什么佛号 如果他自己昏迷不能抉择 那你就念四字好一些 四字他能够听得清楚 至少 字数少能够抓得住 那在昏迷状态 你念六个字 又念得那么缓慢 他确实抓了一个拿子 不知道磨到哪去了 确实太慢了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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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